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斯莫格的微单视频拍摄专用的一个三小架 当然这个三小架除了附带的一压晕台之外 它也可以作为咱们日常的摄影创作里面比较重度使用的 同时也很便携也很富有设计亮点的一个三小架 这个三小架的全称叫CT180 CT180 Video Tripod 你可以看到从名称上来看的话 它的定位似乎是在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专注于拍摄视频的三小架 但实际上的话大家用来拍摄 你做摄影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个包装盒比较大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做工质量非常好的一个收纳包 那么咱们首先从配件讲起 然后逐渐要讲到这个脚架的设计 咱们会重点就给大家谈这个脚架的设计上 与其他脚架与众不同的一些设计上比较出彩的地方 好 它的基本spec 它是这个SIMG-20 UNC的这个英质的标准的摄影螺丝 本身的这个重量是1.68公斤 整体它并不算轻 因为整体的铝合金的用料比较扎实 它是那个25毫米的四节式的铝管设计 它的收纳尺寸是42毫米 就比之前那个CT-10的这个收纳尺寸 甚至还要略短一些 它的承重是3公斤 这个标注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迷惑性的 因为承重3公斤的意义在于 它的这个液压云台的承重是3公斤 而脚架本身的承重是可以达到15公斤 甚至更多的 然后最大公斤高度达到180个厘米 这个也是比绝大部分人的身高还都要高的 另外它的这个浮仰调节 浮久是1.55 这个也是在标示着这个液压云台的这个参数 然后这个包装本身也比较的这个漂亮 就是白底 但是用了一个采印的方式做了这个印刷 Smoke SKU CT-180 SKU CT-180 SKU 3790 好了我们上来先讲讲这个双大包 这个双大包属于摄影类的三小架里面 我个人觉得大家应该去积极的学习和效仿的一个设计 因为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漂亮 它特别像一个很高品质的旅行包 因为当你刚拿到一瞬间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设计 就是这样一个设计 用双手去提起来的 然后它这个似乎是一个防水的面料 是防水的 也是扛摔的 防水扛摔 底部你可以看到 这明显的就 这就是一个迷你版的旅行包嘛 而且两边的挂环也告诉我们 这应该还是一个支持单肩斜跨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当你打开之后 你是可以找到一个这个肩带的 而这个肩带呢 是这个皮革的纹理 不仅可以手提 还可以单肩的挂去 并且这个摸起来手感也非常好 它就是一个做工质量 均为上乘的 一个三脚架的收纳包 可以说这个是我目前见过的 能够收纳三脚架的里面 设计是最好的 前面一个小的兜 打开看 这并没有放什么东西 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放脚冰 扳手 还有一些这个备用的化妆板 这里是非常适合去放的 当然如果大家去旅行的话 你也可以去放一些 你的充电线 或者是一些备用的转换螺丝 应该把这个包单卖 因为单卖的话 大家装那个傍灯 那些装傍灯的玩家 也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就是这个包的 这侧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这是两个挂点的 打开之后 它里面是分两块的 看到了吗 所以这个设计 已经看到它明显的 它就是一个很高端的 一个摄影配件的 这个专用的包 打开这个 那还有一个魔术贴 那这里面包裹着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迷你的AI云台 给大家看一看 但是这个AI云台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讲 因为这个斯莫格的 有两款AI云台 那么这个是那个 三公斤承重版 但是还有一个带 双全景的一个云台版本 那这个单目 给大家待会儿讲 这里面的这个东西 特别让我感到很意外 就是这个手机夹 然后呢 除此之外的干燥剂 和这个三个四分之一 接口的钢制的脚钉 以及三颗预角扳手 这个是我在这个脚架里面 觉得是最意外 也是最惊喜的一个设计 这是一个手机夹 这手机夹 我还没见过斯莫格 还单败过这手机夹 它只有在这个CT-180里面 会附赠这么一个手机夹 这手机夹的设计 很非常小 但是它是一个双自由度的设计 底部斯莫格 然后这是斯莫利六子孔 这次也有一个斯莫利 如果大家要用的话呢 一般来说往上推 看到了吗 往上推 这个位置是接你的自拍杆 或者脚架的 而且这个地方带一圈 这个防滑的这个硅胶的O-Rain 所以它本身也有这个防滑的效果 然后打开 用力一拉 好 你会听到一个段落感的 一个触感在里面 这个时候它就到位了 到位之后 你会惊喜的发现 这里再往上拉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装你的手机了 这就是手机 所以你乍一看 它好像就是一个手机夹 但是大家注意看 它还可以旋转 而且它带45度触感定位的 这点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怎么实现的 也看不到太多机械的结构 怎么就实现了一个45度的 旋转锁定呢 这点是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 倍感意外 也倍感惊喜 这个也是要值得点赞的一个设计 而且大家不用说 往里一推 也非常便携 而且大家看 如果是这样一个设计的话 你这个位置因为很细 所以你拿来夹这个无线白也是可以的 你没必要一定要用冷靴 你只要你的夹子能够夹取一个 比较细的一个金属的铁板 也是OK的 也没问题 而且在上面还有一个四分钟一孔 这个孔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些别的扩展 我目前见过的最精彩的手机夹的设计之一 而这个手机夹没有公开卖 却出现在一个脚架的赠品里面 接着上我觉得倍感意外 好 那个就花点时间给大家就是多讲了一些吧 但是我个人确实非常喜欢这个随附的 而且它还带一个自锁的结构 大家看这个位置 这还有一个自锁的结构 就是拉到位之后才可以进行触感定位 是吧 这个设计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精彩 当频道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特别硬核的 也是很大了很多 这个是这个的 这个斯莫格的那个一样云台设计 是吧 那么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专门参考这期视频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深入和详细的讲解 随附的这个一样云台 它只有三公斤承重 你看整体的体量来看的话 就会比这个要小了不少 但是呢 这个也是足够的好用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微单相机 加上镜头是不会超过三公斤的 这个完全是够用的 而且还那么的便携 它的特点就是它底部呢 带着一个全景的分度头 下面是这个四分之一八分之三 双兼容 这颗螺丝 虽然说六位突出的在外面 但是呢 这个黑色的这个金属 比中间的这个 用这个卡房前装配的这个区域啊 要厚住一些 所以整体底部依然是平的 金属的旋转底座 它的这个精度呢 是五度 带有极光雷掉的刻线 你通过这个旋轿松开之后 就可以进行这个 摇移的这个镜头的切换了 然后抚养的话呢 就是靠这个螺丝松开之后呢 你用靠这个进行抚养调节 而且压运台它都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 非常的顺滑 而且呢 它还有一定的这个自我保护的这个机制 就是如果你的抚养太夸张的时候 它会自动往回弹呢 这个无形之中就会保护你的相机 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顶部 带有一个标准的阿卡的这个 标准阿卡 同时呢 底部还有一个这个 球头的这个这个气泡 这个气泡可以帮助你调节水平 另外大家也看到了 内藏了一颗非常迷你的扳手 这个扳手呢 就可以干很多事情啊 比如说锁紧 锁紧这个快张板 这是一个一个用法 再一个呢 是脚架上的一些其他的部分的螺丝 那么也可以 那么它来进行锁紧 不用的时候也收纳就可以了 而且这里面 它这个设计师啊 把它这个轻轻的往外 突出了一块 所以你轻点一下 就可以掉出来 所以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的体验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体验在之前的这上面 也有过类似设计 这话咱们专门给大家分析过 就是这个体验非常的好 这里 它的快装板的方向 因为不是四项的嘛 所以呢 就是你安装相机的时候 大家要把这个镜头的光轴 对准这个方向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进行这个复养的调节 然后这两个这个旋转的手柄啊 这个是方向是不可调的 因为它两颗螺丝已经固死了 但是呢 你可以进行这个正反正反 这样的安装 你可以用这样方向 你也可以反过来 转到另一个方向去 这个 那它本身也非常小 也很便携 所以它完全可以藏匿在整个的脚架的双大包里面 那么当你去拍摄视频的时候 那么给你一些非常顺滑的运镜的可能性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一家运团设计 我们也讲完了 那咱们接下来就该讲这个重头戏 就是脚架本身了 脚架本身的话呢 它的这个金属的管径 就是苏默格的这个便携式的脚架里面 管径最粗的 25毫米的这个铝管 而且是四根 就是四段式的 一个 打开 两个 打开 三个 再打开 四个 所以一 二 三 四 由粗 到细 旋展开 这个空间利用力也很高 另外呢 这个靠这个 这是金属旋钮的这个方式 它比那个扳扣的方式 应该说对于低温的 这个使用性会更好 在极低的温度下 那个塑料扳扣有可能会断 但是这种情况下 它就做的会更好些 而且呢 如果你做的好的话 它还有一定的这个防水 防沙的能力 这个在一些艰苦的地方去拍摄 也是能够胜任的 然后底部的这个脚钉 可更换 橡胶的 也可以更换成那个钢制的 它是四分之一接口 在这个握柄的泡棉的地方 这一截是可以拆掉的 拆掉以后 你可以当成土脚架来使用 而且它会贴心的把这个 说明书啊 这张透明的贴纸 会放在这上面 告诉你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拆下来 当成脚架的 并且拆下来之后呢 这是这个四分之一的螺杆 在这里 是吧 然后我把它装上去 然后这个泡棉上 握持的地方 同样可以看到一个 四分之一的标志 好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脚架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高度 可以听到这个 非常清脆的金属断楼杆的声音 第一段 看到了吗 第二段 第三段 那它在这个第三段 就是最高的这个高度 我们全展开之后啊 这四节 加上这个两段式的这个中轴 那么加起来可以达到1.8米的功能高度 所以这个功能高度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高 也非常惊人的 然后呢 它底部呢 这个是挂钩 这挂钩的话呢 也是一个八分之三的这个弹红螺丝 用它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重心降低 让脚架在拍摄的时候更稳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在有风的地方 那么一定要用重物把它选住 否则的话呢 你拍视频有可能会晃 拍长曝光的时候 有可能会虚 然后这个脚架整体的这个配色是比较漂亮的 就是一个黑加枪灰的配色 最整体的颜色呢 比较冷艳 但是也比较耐看 然后它两段式的这个中轴 那么中轴的这个空间利用率很高 就是拉出来这段 跟下部这段长度一样 就说明这个管收起来的时候 应该可以达到这个位置 所以呢 整个的这个管应该说 能给你的空间全部都给你了 那么这里也是三个 然后在这里呢 会有这个激光的标志 Small Rig Video Tripod CT280 咱们接下来就看看这个顶部的设计 顶部的这个圆盘呢 它的这个直径是37毫米 上面带一圈这个防滑的这个胶皮 然后它是可以进行这个 4分之1 8分之3的转换的 它本身上面带着这个条纹 可以进行松开和锁紧 它本身也是一个小的扳手啊 我们打开之后 可以进行4分之1和8分之3的更换 我一般会用的放在8分之3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顶珠螺丝 这个顶珠螺丝呢 可以紧紧的顶住这个云台的底部 让这个云台呢 不会因为外力要产生轻转 产生松动 会这样的话影响拍摄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很多的这个云台的底部 也会预留这么一个孔 专门就让它去顶住了 所以这些设计 可以保证你的云台和脚架 可以紧固的成为一个 牢不可破的一个整体 然后这里呢 是当你作为独脚架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万代 放在手上 可以保护你的器材和脚架 既然顶部有了8分之3 和有了4分之1之后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生态的扩展 就一码平穿了 那么CT180本身 也提供了两个不同套装 一个套装的话 是用这个 迷你云台的这个版本 但是这个版本相对来说 性价比又比较高一些 尤其618的时候 价格会更合适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配置呢 是搭配 斯莫格的另外一个 云台的设计 那么这个价格就相对高一些 但是呢 这个云台应该说是无超所值的 咱们专门出过视频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云台 而这个云台现在也有一些 比较好的优惠的这个价格 大家看它底部是有这个 4分之1的8分之3的 那么如果它是已经装二的话 你就应该用4分之1的方式呢 给它进行更换 一个是摇移 一个是抚养 一个是旋转 这些运镜 通过云台 都可以变得非常的顺滑 和唾手可得 那么咱们最后的最后啊 再给大家就是在说明书上就一些关键点 再给大家过一遍 也算是一个总结吧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包容清单 这个包容清单里面那个手机夹和收纳包 是我个人觉得 CT180上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设计的细节 那么这个手机夹 我强烈建议斯莫哥的朋友应该拿它单独去卖 作为一个单独的SKU去出现 我相信它会一定会卖的很好 然后呢 就是这个夜压云台的基本的使用 这里给大家一个建造 因为咱们之前给大家专门介绍我这个夜压云台 所以这里咱们就不展开赘述了 但是有一些规格参数 咱们可以继续的重申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夜压云台的这个重量是290克 它的最大承重呢 是3公斤 所以3公斤的来历在这里 它的长度是200毫米 就是这个 然后它的这个底座直径是37毫米 然后这一页的话呢 主要指的是这个脚架的基本的构成 还有它的基本的这个组装和不同的装配的方式 它分这个高角度 中角度 低角度和反折 它的这个材质是铝 然后最大管径是25毫米 收纳是42厘米 最大承重15公斤 它的这个最大的高度是1.85米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惊人 对另外还有一个设计器 刚才没给大家分析啊 就是它在每一个管腿的锁定的位置 在这一侧看起来是一个螺丝 但是呢 另一侧呢 就是一个刚制的4分之1的这个扩展孔 这个扩展孔就可以扩展魔术臂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设置 当然它每一个管腿都是这么设计的 所以呢 它无形之中 除了这个拍摄运镜之外呢 还给了我们三个额外的这个摄影配件的扩展孔 扩展位 这个也设计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出彩一个亮点吧 所以以上啊 就是咱们频道关于这个 smoke CT180 微单视频脚架的一个完整的深入的分析和介绍了 那么希望可以帮助你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尤其是这个手机甲 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 众议觉得视频还不错 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三连 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